盛景 我在做小孩的時子 女王媽那時可以讓我站起來 我就會早3回就做路纏 就像國小畢業 那個芭蕃都看不見 美秀姐現在手上的是 戲劇節目《女配角獎》 余子玉 淑女養成绩2 其实当下很激动 以讲项的顺序来说 那时候一开始 是先听到导演讲 后来编剧讲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我非常非常兴奋 我整个第一个先爆炸哭 后来就听到谢银轩 淑女养成绩 然后我又第二次爆哭 所以自己的时候 心里还是当然会紧张 因为也知道说 同一个角色 你要连续入围 其实是一件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其实我还没有准备好 就已经爆出我的名字 我觉得那个有点不太真实 第三次爆哭 老实说在初期的时候 我都觉得每一个人 好像都可以站上台去领这个奖 我后来觉得 其实真正最大的对手跟敌人 是我自己 他是同一个角色 就是超越我自己 以及创了这个记录 入围的有 但是得奖的好像国外才有 台湾目前没有 有这个机会的话 好像感觉又不太一样 给自己跟大家动力吧 秀琴 余子玉 赎女养成绩 因为那时候第一次 得奖 才刚得奖完 我记得隔一两天 就要去台南进组了 所以那个压力其实特别大 我记得有一次 那时候是拍中心灵来客串的那一天 离家出走带着三十万 然后疯狂的 有点不太正常的妈妈的心理状态 要去演这场戏 其实我自己觉得我不知道我会怎么表现的 能不能做得到 突然来了一场雨 我带着紧张又觉得会拍吗 你知道我那时候蕁麻疹是脖子以下 还好是在领子以下 全部都蕁麻疹 连脚踝全部 结果想不到就侧班 你知道瞬间开回去的路上 我的蕁麻疹 腰部以下全好 我觉得太神奇 我觉得老天爷真的很疼我吧 然后那时候我刚好有好朋友 就是李辛杰 从马来下来 他去高雄拍鳄鱼的时候 那他之前约我 我已经进组了 他说那没有关系 他就先去 他就到谷关去 然后我那天傍晚一收工 我就说 我好像有机会去找你 他说那你来你来你来 差不多也要两个多小时 而且山路 天黑以后没有路灯 确实是迷路了 导航也没有到 但是我 我一点都不会害怕 因为我知道我要去见一个很重要的朋友 以及我需要他 然后在他打开门的那一剎那 我就哭了 我觉得他给了我很多 很多能量 因为他自己也有在那种得奖过后 再回去拍戏的那种压力过 那因为我那时候是刚好处于第一次得奖 那一次刚好演员里面只有我得奖 但是我又觉得跟他们比起来 他们更值得拥有这个奖项 所以我的压力是双重的 我不知道我怎么去安排自己的心情 跟进入这个角色 然后讲到最后他觉得 我应该要借由现在的心情 去借力实力 好像就奏效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练落不成半山 天生星星旋 你刚刚出道是歌手的身份 就是很开心 大家忘记你是歌手 现在是一个专业的 对 很多人甚至于不知道我是歌手 其实在当歌手的时候 你是一层一层的把自己包好 包装好像包一个礼盒一样 包得很漂亮 我要把最好的一面给大家 因为歌手通常比较呈现的是 自己这个团体完美的那一个 我当演员之后 我觉得我比较自由 心灵上是比较自由 你要必须把自己最真心的东西 拿出来一件一件 掏出来给大家的时候 他反而变成对我来讲是一种解放 你如果都不会他要跟我们讲 我们这些人绝对可以把他们 干掉他们 你可以的 一开始我真的也觉得 也是一个玩票性质 因为突然有人找我演戏 我也觉得误打误撞就进来了 很幸运第一次的剧组单位 他们给了我蛮多的安全感 跟一个趣味 以及信心 所以第一次演戏的经验是很开心的 然后演着演着 当然是因为第一次有机会入围 女配角奖的时候 让我觉得 我不能再把这个当纯是一种玩票 我第一次入围的时候 那个是叫在公式的一部戏叫女人四十 那个角色跟我平常过去演的几个戏 跟我自己本人是一个天南地北的一个角色 有酬颜有骂脏话 然后个性大辣辣的 然后年纪又不小了 跟导演说 我不能怕我做不到 他就说你就做就对了 于是我记得第一天拍的时候 我就第一场戏就是打骂跟人家吵架 然后就吵得很带劲 然后也觉得演得很过瘾 有一种忘我的感觉 就忘了自己是谁 然后是在这样的一个戏完成之后 我入围了女配角 我好像稍微体会到说 其实当一个演员 别人在看你播出 在看这个角色的时候 他其实忘记你原本的名字 或是忘了你这个人是本来的样子 其实是蛮有成就感的 所以我演完淑女的时候 每个人都说 你好像我妈 我就觉得跟大家的一种连结很奇妙 就是我既然我虽然不认识你 但是他们透过戏剧 好像觉得你理解他什么 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 在之后的未来的不同的戏剧里面 我希望都可以达到这样的感觉 知道是我演 记得是那个角色 这个是我的目标 我很多朋友都说 姐你就是有一种母爱 一种大地之母 当然我也爱管教别人 所以私底下很多人演过我儿女的 都是直接就叫我妈咪 或是叫我娘 过年过节 他们传讯息来 我真的觉得我拥有很多 先生孩子家人这样子 现在宣传就会念我 他说我真的很吃亏 你演我妈 我就已经老着等 那你是不是 那有什么样的角色 你想要之后再挑战的 好多欸 比较腹黑的吧 比较没看过的 或是古装 甚至于感情戏 我也比较少碰到的 我没有接触过 是真的是在谈恋爱的 因为以前都是 就是已经是别人的太太 很快速的交代 没有那个过程 如果有的话 我觉得也可以尝试 冷不冷我的双手 给你加吻 生活没有可能 我觉得我永远不会放弃唱歌这件事情 因为是他带领我到这个行业 他现在变成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也是我的一辈子的兴趣 即便是现在回去唱歌的 感觉也不一样 你会带着戏剧 给他一个新的生命 而且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 因为现在表演的形式有很多种 像我今年度 马上这个月份就有 一个歌舞剧的表演 我可以用演员的身份 站在舞台上唱歌 这不就是我的人生的一个总和 开演唱会这个演唱会 那要大家联署 大家希望啊 是一个人 但是我也有想过 如果有机会 有唱片公司要愿意合作 出一张现在这个状态的 我觉得会跟过去的自己与子余 过去的锦绣二层上的秀琴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觉得应该蛮有趣的 顶色就会演员成一个活动 IMG的状态吗 我完全不排斥 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 不可能的事情 我觉得是顺着天意走 然后随远 就是那你现在的感情的状态 会想说 赶快有一个很不错的人来陪伴你吗 当然会想 可是我好像也不急 因为我觉得已经过了那个 期待爱情来给我幸福的那个年纪 至于另外一半 我觉得如果有缘 他也许哪一天就来了 我也挡不住 所以我不排斥 我觉得现在就是给自己一个最安稳 最平衡的一个心理状态 去接受工作的挑战 先把工作做好 想说自己的人 对 先给自己幸福 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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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